- 柯文哲在出席晚间的一场叫做iVoting的演唱会跟慈善缘优会的时候 他至此的时候开玩笑 他说他大概是全中华民国最懂的也最领略过五权宪法的人 到底这个五权宪法在他身上施展了什么样的威力呢 我们来带您听听他是怎么讲的 我是大概中华民国的国民里面 真正领略过五权宪法的人 当然这个国家的什么机器查税 然后这个检调调查 然后监察院弹劾 然后那个考试院 像我太太也第一次被人家说不可以出来住选干什么 当然立法院更不用讲 不只是我 甚至台大院的院长都被叫到立法院罚站 甚至审计部部长也被 被我牵连到都在立法院被修理 所以每次开玩笑说我是中华民国国民里面 唯一完全顶略五权宪法威力的人 不过在一路这样走过来当中 我为什么用那句话来勉励大家 面对挫折打击不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 没有失去对人事的热情 因为一般人遇到挫折打击 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depression 就是怀忧丧致 他觉得说我们又不是坏人 他怎么会依照这么不公平的待遇 然后再来会什么 叫做混事技术 就是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 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 然后再来有的更糟糕的叫走火入魔 走火入魔就是你会捞钱 我比你还会捞 你狠我比你狠 比烂的看谁烂 但是我要问大家的 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面对这世间 所以我很希望说用这句话 不管是勉励别人也勉励自己 面对挫折打击不是最困难的 最困难的是面对各种挫折打击 没有失去对人事的热情 其实台湾社会在这一刻这一秒 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热情 好 柯P说他体会到五权宪法的威力 那五权宪法在他身上 试了什么样的魔咒呢 我们来看看 好 在2011年的时候 因为这个一字爱之器官的事件 卫生署 行政院卫生署 认定柯文哲有管理书 是一副这个惩戒 好 这是行政院 再来呢 监察院通过弹劾案 惩处降两级改序 这是监察院 好 那大专院校教授 涉及挪用国科会补助案 遭到约谈 这是司法检调 好 再来这个MG149争议 秘书刘如意遭到约谈七八次 这是司法院 好 再来 2014就最近的事情 妻子陈佩奇助选争议 那时候考试院做了解释 好 在这里面 行政监察考试司法 少了个立法院 立法院就是那个时候呢 包括台大院的院长 台大校长 还有这个混吃等死 这些东西 他们都在立法院展开了 一场很大的攻防战 好 那这个经历了 武权宪法的科批 杰明你同意吗 这看起来是完全是正确的 因为它的确 似乎我们已经领教过 我们政权 就是透过政党的机器 怎么去让一个医生 从医生变成是要做台北市的候选人 这个态度非常清楚 不过我在讲这边之前 因为前面那一段 因为志兵议员讲得很客气的 其实连战先生 我要请问几个问题 因为当你在骂混蛋的时候 我要想请问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当时你在沈主席的时候 是不是台湾开始大量的明贷 跟这个所谓的三商行借款的事情 是不是在你做沈主席 以降以来是这样子 后来再问第二个问题 当时1997 198金融海啸的时候 请问一下当时你是不是副总统 跟这个行政院长 那时候台湾的元气大商 是不是你在做所谓行政院长任内 当你选上副总统的时候 你还兼任行政院长 对于所谓宪法的体制上面破坏 到现在都是一个大疑问 只光这三件事 请问一下混蛋的是谁 答案就很清楚了 而事实上大家知道吗 2000年台湾刚度过了 本土型的金融风暴 至少损失金额 如果没有在阿扁控制下 损失金额破照 可能比兆元还要多 当时张营差点就倒掉 你知道吗 张营的资产是上兆元 大概就市值 然后股票市值 就是整个净值 有五百多亿被金融海啸玩玩的 请问一下张营借钱是借给谁 是不是你在做省主席的时候 一堆明代去借的 好了讲到这边的时候 你竟然可以在这边大放厥词 好像台湾过去金融海啸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那个时候多惨 那时候台湾的GDP整个大跌二点四 二点一四就是网路泡沫的时候 科技业泡沫 金融业差点完蛋 然后到处都是坏账 好不容易阿扁那时候就请台信银行砸了三百六十亿台米 把张营救活了 结果现在的国民党是怎么样 还是对台新这么苛责 十二月五号就要改选 那目前财政部的张胜禾还进 还在盯这个说要把这个所谓的管理权拿回来 当时如果没有台新部这个钱 连赞先生你当时造成的金融海啸 余孽到二零一六还余波荡漾 我觉得当连赞先生在谈别人混蛋的时候 我就想说当时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连盛文 连盛文说因为对他祖先很多的这个指责 那我真的上网去努力Google 发现到整个柯阵营对你们连加 大概只说过三次话 我们来讲这三次话 有没有道理 第一次讲什么 就讲你们连赞东先生 当时曾经被监察院谈课 谈课内容非常经典 我非常鼓励所有年轻人 上TTV网站去看 你也可以听自明政厅长连赞东 地政局长沈可石 第四科长王熙明已赐 又均任意玩弄法令 无视沿海大多数渔民之生计 根本违背政府土地政策 甚至重令所属勾结地方权势 包揽土地权力 导致道路侧目群情激愤 呼名为邦本 本顾邦邻 连赞东等英明 包庇的画面一大堆 请观众朋友自己看 还有你们有全部要念我的意思 真的 真的 我刚刚念完之后不知道 我们回到历史那个年代 台湾光光复 沿海正在开始从所谓日据时代战争 慢慢起来 那么很多的地方是声势 开始投入到所谓的选举跟其他议题 连赞东当时是民政厅长 他结合地方势力炒作延安土地 被监察院给弹克 结果你知道连赞颖怎么说 没有这回事 根本没这回事 可是历史就是历史 所以今天连赞 你搞出了一个亚洲金融风暴 台湾本土型的风暴 你的祖先连赞东先生 搞民政厅长 监察院都这个谈课了 那根本不用说连盛文 你EVENSTART到现在 还说清楚讲不明白 金卫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也讲清不清楚 说不明白 你们三代一体 你怎么好意思去批判 人家说你们祖先什么东西 今天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逻辑在什么地方 逻辑在于连柯文哲 在说你们连这个 这个地保的时候 曾经讲那个卖假油的 那个卖这个 就是不是核准的药品的 还有卖假面包的 这种为父不仁的 可以住地保这件事情 令人感到激愤 请问这里有讲你们连盛文吗 没有啊 你自己跳下来说 我姐姐那个已经玩起诉了 那个卖面包跟他没关了 我们没有在说这件事情 我们在说的事情是 如果这个世界有不公不义的人 他因为赚取不合理的利润 住了地保 这种贵的房子的时候 这是不是该谴责 结果你去讲了一大堆 有的没有的 我查就这三段 我不知道柯正颖还没有更多 所以如果连盛文先生 你进入到选举的时候 连对手批判你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 说明不明白的时候 我请问一下 有一天你真的当选台北市长 假设你怎么去面对这么多的争议 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呢 所以每次在听你讲话 就以为自己是CEO 可是你面对一些小事情 老是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到现在我倒还不清楚 到底是投资EVENSTAR的这个股票 还是EVENSTAR的基金 到底什么时候亏掉的 讲了半天那么多版本 连一个所谓的悠悠卡 都讲的莫名其妙 搞不清楚 还以为悠悠卡小额 给付是你从立法院过的呢 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谈这个事情 其实很在意 不是只有说 今天柯文哲已经被五权宪法 给这个几乎清算了 而是我们在意的事情是 我们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该怎么去面对问题 你看到没有 今天张柯文哲被卫生署 说因为艾滋病的事情 被这个就是惩戒 他马上认认真真的 去讨论艾滋病的议题 那么台大也开了一大堆 有关艾滋病的这个移植 这是不是解决方法 第二件事 你叫陈贝奇不能去助选 陈贝奇就不助选 但是希望考试院 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是不是解决的方法 MG149 这已经不用说 那是个莫名其妙的事情 可是连胜文 你一直在谈MG149 我不知道你到底 知不知道MG149 那么MG149事情 现在柯文哲的态度 也很清楚 交过司法了 他也不予置评了 这就是解决方式的方法 一样的事件 一个人连胜文 面对他家里的 说不清楚 讲不明白 他的态度 跟一个面对 武前宪法欺诈的时候 他面对事情的态度 我想高下立判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卡拉OK大赛 参赛者有柯文哲 柯妈妈还有连芳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